臺鐵出軌以外的邊坡工程是由東興營造得標 那麼主任技師叫楊金郎負責現場的施工安全 他首度出面受訪 那麼提到臺鐵派人督導時 已經發現家莊圍禮比較安全 但不只一開始就沒設計 後來卡在經費問題 因此只插了一根紅旗就過關了 不過楊金郎本身自己也被爆料 名下公司多年前就曾在花蓮公共工程 弊案當中借牌為標 李逸祥被踢爆名下公司只有 一級執照卻像持有甲級執照的東興營造 借牌越級投標才能吃下臺鐵邊坡 防務案現場工程告示上還有玄機 專任工程人員楊金郎背景不單純 揭蔽著保護協會拋圖解說 楊金郎曾是東興營造大股東 也是逢盛土木爆工業的實際負責人 從自家公司到他跟人合夥的公司 標了臺鐵總價四億多的案子 楊金郎過去參與政府標案引發爭議 逢盛土木在兩千零一年投標花蓮漁港接梯整建 延廖漁港漁具整補廠整建 以及新城鄉修路等工程卻被抓包 只是借牌給同行為標 得標商後來判刑五月 楊金郎因為當時法令不罰出界的業者 獲判無罪 他見到媒體上門 沒迴避還爆料 這次邊坡防護有問題 臺鐵早知道 鐵路級的上級來現場看嘛 人家來考察的時候 發現說這個地方是不是要維裡 會不會危險 這個東西下來這個地方會不會有危險 當時我們是簡單啦 插一個東西沒有維裡 做比較安全 就是當時這個錢就比較多 我說裡面沒有設計 開始沒有懷疑 因為土裡面滅活就不做了 費用的問題 要是最初設計就沒有維裡 卻能過關 發現該做也不做 臺鐵跟相關單位 恐怕不只是單純受害者 記者 最後報導